哈喽 我是李乔叔叔 什么样的留言 什么样的对话 什么样交谈的内容 那我很叛逆 我是一个叛逆大叔 我就偏偏反着讲 我最不喜欢得到什么 我来讲 我觉得这个题目蛮好 因为我最不喜欢的东西 有一件事情 跟大家都不太一样 那刚好作为茶余饭后 你们听听看 然后听完就发现 原来李乔叔叔是一个神经病 那也蛮好玩的 当然也有很多地方 跟大家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不喜欢人家骂我 有人留言来骂我 或者千里乔叔 加到我来骂我 其实这没有关系 其实在留言上骂我的 其实对我是真爱 他是在帮我增添人气 因为骂就要回 回了的话别人也会回 不知不觉那个播放量就高了 比读那个读者留言 功力还强 所以谢谢你 继续 还有一些跟大家言 就是比如说有人会诅咒我 这个比较少 但是也有遇到过 那比较恐怖 但是也没关系 因为我不是也活得好好的吗 我也没有因为你诅咒就死掉 对不对 或者是讲到我的长辈 然后另外就是说 你不诅咒我 我以后也会死 所以 这个不影响 这个没关系 比较特别跟别人不一样 就是我很不喜欢被 一直吹捧 然后说我是谦虚 这点有点痛苦 为什么呢 这个我相信别人不会的 因为被吹捧 然后被说谦虚 这其实都是这种美德 的感觉 应该是挺好的 但是我不喜欢 为什么 因为我很努力地 把我知道的东西 分享出来 但是我讲得不太好 讲得磕磕碰碰 结结巴巴的 然后因为我不是系统学习 所以我讲的时候会 七手八脚乱乱的 那我很努力地 变各种方法来 来分享 那还是很多地方 讲不清楚 很多地方不懂 我就会说我不懂 这时候问题来了 有些人他就会加到我说 叔叔你讲得很好 但是有些地方 你是不是故意保留 或者说你明明就懂 你就装不懂 哎呀你又在谦虚了 你说你真的好谦虚啊 我听了火气就冒上来 因为我并没有谦虚 我是努力地要讲清楚 而讲不清楚 就是真的讲不清楚 或者是真的不懂 或者承认不懂 那尤其是谦虚 其实我并没有谦虚 我觉得我这个人 还蛮自大的 其实认识我深一点就知道 其实我是 我觉得我是相当自大 就是因为每一个人 都有很多事情 是在水平线以上 在水平线以下 都有嘛 所以我对我厉害的部分 我就会很自大 而对我很不厉害的部分 我也会很自豪地说 那个我不会 我不会就是不会 每一个人都是有很多 属性在水平线以上跟以下的 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好丢脸 那所以我先强调 就是我没有谦虚 就是我不但不谦虚 而且我很自大 但如果我说什么不会 就是真不会 不是谦虚 那有的人他就不信说 你明明就懂 装不懂 你真的是高人 什么什么 我听了就火就更冒了 那有时候 我的火气很大 就会开始骂人 其实不是有时候 常常就是这样 因为我的脾气非常不好 就是一不小心就会乱骂人 那有时候 他还没得罪 我已经把他给得罪了 然后我还遇到过几个小兄弟 后来就可怜兮兮地跟我说 叔叔你没有发现吗 其实我是在撒娇 我是说你明明就懂 你都装不懂 他是这个意思 那我说 这个那下次就不要对我做这种撒娇 因为我不喜欢听到这个 我的这个事情的特点就是 因为我真的很认真的讲 但是讲不清楚 但这个时候如果还有人坚持说 我是故意不讲清楚 或者是故意不懂 故意懂但装不懂 或者是故意谦虚的时候 我的火就会冒上来 这个讲得有点拗口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懂 没听懂 有听懂 到底有没有听懂 不知道 不重要 其他的 当然还有一些 谈一些我不愿意听的话题 那什么什么 其实这些都很好化解 因为我们都不用见面 网路就是这个好处 人都不用见面 只要遇到你不舒服的话题 你就回答说 我现在在忙 不好意思 就跑了 其实一点都不忙 在发呆呢 就是不想跟你聊这个 好了 这个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 OK 有什么事情再说了 拜拜